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来到有图有真相的 左荣写真馆 我是左荣 之前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谈过 竞马运动 那么我们所谈的是 日本时代台湾全岛热衷于 独马的一个状况 那么今天想要带大家一起来 来透过影像跟声音 来听听来看看 当时的台湾除了独马之外 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赌博活动 而官方对于赌博这件事情 他们的态度又是什么 从古至今人心不变 这是我对历史的基本观察 在1942年2月所发行的 《民俗台湾》这个杂志当中 就有一篇由文人吴怀先生 他所写的《守岁与赌博》这篇文章 里面谈到台湾人在新年期间 特别喜欢赌博这一项活动 那在谈论下一个话题之前 我们先来深入了解一下 当时的中上阶层 他在削肉球就是疯麻将这件事情 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 曾经播放过1932年 古人美亚唱片所发行的 《台北行径曲》 这里面就有一段 是专门在描写 怕麻将打麻将的这件事 那么我们现在呢 就先来欣赏一下这一段音乐 《台北行徒曲》 我们刚刚已经听到了唱片当中 当时的天后歌手淳淳 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唱到 所谓的流行唱片工业 他讲究的就是什么 是市场的销售量 就好像我们的节目 我们在意的是流量 所以大家一定要多浏览多分享 好 那么当时会将麻将写在歌词里面 就知道当时的确真的是 北京语当中的麻将在河洛语当中说成麻将 说到麻将就会提到麻将馆 这张影像是在台北的荣丁的圣经商行 也就是目前的重庆南路跟衡阳路口 在经过考证首会上色之后 可以清楚的发现 在圣经商行右边有一个村井商行 这间村井商行也是专门贩卖进口商品的百货公司 它的商品当中最有名的明星商品是什么 就是麻将牌 1920年代 麻将在台湾开始疯狂大流行 从总督府的官员一直到一般市民都在销麻将 因此大家打到实在太离谱了 为了这件事情 总督府还因此出面去规劝官员 尽量不要打麻将 那么我们可以再看一下村井商行 他在1924年的广告 这就是麻将牌的公告 当中出现了几个广告用的术语 比如说世界性的大流行娱乐 社交界的必备品 家庭和乐的泉源 还有避暑温泉的好伴侣 他们已经把麻将吹捧到宇宙级的顶端了 那我们就可以来看看 总督府邓路写生家邓南光所拍摄的麻将官的影像 我们可以发现不只是男性 连女性都爱上帕麻将 在经过考证首会上色之后 可以更清楚的看到麻将当中的陈设 还有这些女士们 她们打麻雀的时候 打麻将的时候专注的神情 那么由于日本时代是禁止赌博行为的 所以依照法律规定 怕麻将这件事情必须要在麻将罐里面才可以打 这个规定一直到现在的日本国内还是一样 但是男男女女的麻将大流行 而且不只是在麻将里面打麻将 连在家里宿舍里面都偷偷打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台北医学专门学校的学生 在宿舍里面打麻将的影像 他就是一个有图有真相的证据 面对台湾各地赌博士气的状况 总督府的官方当然是严禁赌博 这是他们的基本立场 我们从《警察官对民众台语训话要犯》 这一本书里面 我们就可以发现 警察在劝导民众不要赌博的范例内容 里面用汉字跟日本假名助英提到 现在要说拔车的事情 拔车也是一种犯罪 世间的人往往在想 这种拔车如果没给警察看到就没关系 自己也没想到这是一项坏事 当时的波利士大人是真的很累 除了抓犯人之外 他还要负责对民众做道德劝说 日本时代在台湾的内地籍警察 必须要学会说和洛话 或者是哈发课语 而且他们还要分成三个等级 来做语言检定考试 然后你每过一个等级的考试 你就可以加薪 其中为了方便日本内地籍的警察 学和洛语 从1908年就开始每个月发行 教警察官如何说 何洛语的语言这一本杂志 在语言的月刊里面 他就会出现许多非常有趣的 警察官跟读客之间的笔录 或者是警察官跟民众之间的对话 例如 民众就会回答他说 民众就会回答他说 所谓的外国人是谁 指的就是当时的中国人 那么警察就会继续讲 如果有看到有人在拔 随时跟我说 然后民众会回答 好 我如果有看到 随时就跟你说 才怪 警察官又会问说 是在哪里拔啊 民众会回 在那位感情园里面拔 拔人的楼顶在拔 在听完了看完了之后 是不是与您脑海里 原先想象的日本时代不太一样 这个不仅对先前的党国死官 是个大逆袭 也充分打脸那些充满了仇恨死官的 学者他们的言论 在台湾的日本时代历史 不需要多做渲染跟扭曲 只要还原真相就可以了 如果您也喜欢 每隔周三晚上八点 定期更新的有图有真相 日本时代历史 非常欢迎您订阅 按赞 分享我们的节目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ではまたね